今年2月,学校附近出现一起沉湿案 死者为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女性放射师 几年前因病留职停薪回老家休养 后来疑似和家人有争执而离家出走 到嘉义租屋居住 但从去年4月就没在缴房租 直到上个月清洁人员发现房内有恶臭 联络房东后警方陪同进入 才发现死者早已沉湿房内多时 推估空死亡半年以上 出事情就可能不只是城市 可能还有其他秦始案件这些宿舍的话 你会感觉到害怕 或者说会不会要继续住 可能就是住月 可能住月还没到的话 可能就再看一下感觉 因为如果住得满意或价格合理的话 而且没有特别这样的话 可能会继续住 不过还是心里会有点怕怕 我觉得会很恐慌 我们家是女儿 当然会特别注意 学生租在外遇到特殊情形 自己和家长不免担心或是有疑虑 但是租和买卖房屋不同 受到法律保障的部分也有差别 若是想要中途退租 转租并不容易 因为在我们民法424条 有一个因为它安全健康 我们可以终止住月这条 是指说一些已成事实 例如说你说到是海盗 这方租屋 那当然我可以终止住月 但是像这种有发生过事情 这件事情 它很难去证明它有危害的安全健康 所以你要用这些去做终止住月的部分 会的确会发生一些的困难点 那就会建议你们在住月上 要特别特别特别的载明 载明说 就是这个房子请房东要保证 这个房子绝对没有发生过 这样类似的情形 由于每个房客的生活习惯 喜好不同 房东不一定能时刻和房客保持联络 若是遇到租屋上的问题 也能够寻求学校帮助 平常我碰到学生 有打到照面都会聊个天 定期问候的话倒没有 可是我会特别去注意就是说 哪些学生我很久没有跟他讲过话了 可能line上面会稍微关心他一下 如果同学在校外租屋处 如果有发生这种事情 可以寻求学校的一些协助 如果是有法律上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有义务律师来协助 学校附近的租屋处多为一年租约 同学们在签约前 对契约上的条款需要多加注意 以免自己的权益受损 也能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 中正一报 黄新庙 林柏宇 嘉义民雄报导